大家好,我是比不中,那么本赛季这个NBA是已经全部结束了,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本年度季后赛单场个人表演秀前五名,那么先说一下我个人这个排名标准,在我心中的话第一要素你就是必须得赢球,毕竟季后赛这个目标就是赢嘛是吧,所以诸如像这个利拉德单场12季3分砍下55分,或者是杜兰特抢7打满53分钟砍下48分,这样的输掉的比赛就不参与讨论了。 然后第二要素的话就是要走得远,走得越远的比赛在我心中所占比例也越大,比如说像这个总决东西决这样的舞台,加分肯定是要大于首轮的是吧,那么现在就进入这个排名啊,第一名的话我相信所有人的选择都是和我一样的,就是总决赛第六场比赛,字母哥砍下50分,14个篮板还有5次封盖。 这场比赛字母是一次次在太阳队想要启示的时候站出来用强行冲杀不讲理的得分,压制住太阳队的反扑,防守段更是遮天蔽日的护框啊,全场是不知疲倦的拉满攻防,最终是率队时隔50年重新盆起总冠军奖杯,毫无疑问这是年度最佳表演。 然后第二名的话我选择是冬爵季一啊,特雷扬48分7个篮板11次助攻,在最后的差不多3分半钟左右时间里面,老英队一度也是还落后着有5分左右,但是特雷扬先是面对这个朱霍勒迪,打进一击中距离跳投2加1,随后又是造成米德尔顿犯规,罚球为球队迫近分差,然后在这个独秒阶段,面对对方这个犯规战术,特雷扬也是四罚权重,最终是帮助球队以116比113险胜对手,取得了这个冬爵的开门红,这场比赛也是熊路队, 今年整个季后赛唯一的一场主场失利,特雷扬实是后生可畏,可惜的是在这个季三惨遭裁判垫脚受伤,也是让我们少看了两场他的表演,只能说是来年再战吧,然后第三名的话我选择的是西绝季一啊,布克的40分13个篮板和11次助攻,这场比赛保罗是因为感染新冠的原因被隔离观察,那么布克是出战了44分钟,紧在第二节是略有休息,下半场是一秒都没下,13个篮板是他整个职业生涯, 11次助攻也是他个人季后赛仅有的一次助攻上双的表演,这场比赛布克可谓是进攻组织一间挑了,最后的半截比赛里面,佩恩是因为午饭被换下场,然后布克是客串空位,面对对方这个包夹他也是连续为队友送出助攻,其中三次更是直接喂到嘴边的扣篮,最后时刻布克也是接到这个克劳德的边线传球,一个反跑扣篮杀死比赛 取得了一个开门红,然后第四名的话我选择是西绝G6,保罗的41分,八次助攻以及三次抢断 这场比赛之前的大家也都知道,保罗是因为这个新冠协议,首先是缺席了G1和G2,然后复出之后又伤到了手肘,G3,G4,G5都打得非常一般 这也让他受到了许多业内人士和这个普通球迷的非议,但是在G6这一场,保罗开场一上来就命中两季三分,是先身夺人 然后第三节在领先17分的时候是下场休息,没想到仅仅两分钟,对方就打出了一波10比0,迫近了分差 保罗只能够是重新劈胯上阵,在之后的10分钟里面,保罗是个人狂砍27分,一局把比赛打入垃圾时间 在打奔贝弗利心态的同时,也帮助太阳队时隔28年重返总决赛舞台 可惜的是最终未能登顶,然后第五名的话我选择的是东部第二轮,这个熊禄和狼马的天王山之战 这场比赛,杜兰特全场砍下了49分,17个篮板还有10次助攻的一个超级大号三双数据 我们说欧文缺席,哈登虽说是火线复出,但是状态全无 杜兰特是带着杰弗格林和格里芬这两位老同志,也是打满了全场48分钟 前三节比赛,熊禄队始终掌握着场上的主动权,但是第四节,死神是降临了 他单节砍下20分,一次次顶着人的不讲理3分,帮助球队反超比分 最后一分钟他们仅仅领先1分,这个时候又是杜兰特接到哈登的炸弹全球 命中24秒压哨3分球,随后又是和队友携手完成了对字母哥最后一空的一个抢断 然后是罚球锁定胜局,堪称是最前的天王山之战的表演了 无奈这只是发生在第二轮,所以就只能排到这儿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多多的支持,谢谢